经过四年多艰苦努力的造反生涯 燕王朱棣终于来到了南京城下 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燕王朱棣对南京城的向往 六月初八这一天 燕王朱棣的军队驻扎在南京的龙潭 这个地方距离南京城只有三十公里 城中这边的建文帝朱允文已经没了主意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削番削了这么多年 走到头来反倒皇位不保 一把好牌怎么打成这样呢 他又问方孝儒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咱是不是应该往南方逃走呢 方孝儒跟他讲啊 南京城当中尚有二十万军队 如果我们坚守城池 依然还有胜利的希望 方孝儒也看出来朱允文心思是不太确定的 截至又说一句 即使守不住 咱们就死在城中 以死报国 国军为射击而死 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建文帝在这个时候自己也没了主意 想跑呢 有人架着你 不让你走 不过朱允文走到这一步啊 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他有太多可以翻盘的机会 当历史给你一次又一次机会 你又把握不住的时候 那只能走下牌中 没有其他的选择 方孝儒这边呢 还是非常积极的做着各种努力 专门派人呢 跟燕王朱棣进行谈判 当我们看到选派的人员的时候啊 就更加不同情他们了 派的是谁呢 是常拜将军李景龙 你派这样的人跟朱棣谈判 气势上首先没有了 他们谈判的条件呢 也特别有趣 又是老生常谈 说要割地求和 这个时候朱棣肯跟你割地吗 地都是我的 割哪一块我都心疼 朱棣提出的条件呢 也非常明确 我不要其他 我只要奸臣 把方孝儒其太皇子成这些人统统给我交出来 一切都好办 然后呢 你继续当皇帝 我来监国 建文帝这边显然是拖延世间 苟延残喘 而燕王朱棣这时候 是好整以侠 猫捉老鼠了 钟永文手下这些大臣呢 忠心耿耿的人还真就是不少 已经四处杀出去征兵了 但是南京城当中的防卫 当前是最重要的 你先把城守住 再说其他 人都散出去了 谁给你守城呢 朱棣早就料到 一旦兵临城下 建文帝这边呢 一定会发生内乱的 果不其然呢 内乱确实发生了 为首的是谁呢 是徐增寿 是魏国公徐徽祖的弟弟 他首先四处联络 组织大家要把南京城献给朱棣 结果呢 一群文官马上就冲上去 一顿打呀 打得他头破血流啊 第二天的时候 燕王朱棣的大军呢 已经抵达金陵了 徐增寿更加忍耐不住了 他作为左都督啊 本身手下掌管军队 就想理应外合打开城门 把朱棣的大军让进来 但是朱允文已经盯住徐增寿了 徐增寿这个名字 确实没有增寿 被建文帝朱允文 下令诛杀在左顺门门口 但是呢 按到了葫芦 飘起飘啊 朱允文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左顺门没有打开 但是另一边的金川门 有两个人作为内应 迎接了燕王朱棣的大军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古王朱岁 这是皇亲国戚 另一个呢 是大名鼎鼎的常败将军 李景龙 历史上把这个事件呢 叫做金川门之变 打开金川门之后呢 燕王朱棣的军队啊 终于进入了南京城 江山溢主了 这个时候 朱允文手下这些大臣 都去哪了呢 燕王朱棣兵临城下的时候啊 兵部尚书齐太 正在广德地区招兵 打算跟朱棣决议死战 但突然之间 接到了皇上的诏书 让他马上回南京 刚到南京的时候 发现南京城已经被人占了 一看形势不好啊 就准备出逃 本来齐太呢 是骑这匹白马 在人群当中啊 显得非常炸眼 但是啊 你出逃的时候 这就是重大的目标 就像当年三国落凤坡的时候 庞统为什么被射死啊 就是骑了刘备的白马 太过显眼了嘛 所以齐太呢 非常紧张 就在这样一个千军一发之际啊 齐太是集中生之啊 想出一个妙计 他把这个白马呀 用墨汁给凸黑了 哎 这样一来呢 别人不就当成我是黑马了吗 然后呢 骑着这匹马就往外跑 结果呢 跑得太快啊 马一出汗 再加上风一吹 这墨呢就掉了 斑斑点点 变成一个花马了 您看看 这比那白马呀 还乍眼 很快就被其他的军兵给抓到了 这就是朱宇文手下 并不尚说的智商 齐太被抓之后呢 确实也没有任何想要投降的意愿 是坚决宁死不屈 当然即使投降了 朱棣也肯定不会饶过他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呢 是黄子成 他在苏州招募士兵的时候啊 被抓到了 也同样是宁死不屈 朱宇文手下的右侍中 皇官也在外地招兵 突然间听说南京城陷落的消息啊 就放生痛苦 他说我的妻子和孩子 一定在城中已经自杀了 我只有一死来报国啊 他先给家人招魂 然后乘船到了南京城边上的罗茶几 向东方败了败 头将自尽 以身殉国 另外两位在外面招兵的大臣呢 汉林修钻 黄炎和王淑英两个人 听说南京城陷落 燕王朱棣进了南京的消息呢 两个人写下了一书 生计已已 未有补于当时 死亦突然 树无参与后世 写完一言之后 两个人双双自尽身亡 一直在建文帝身边出谋划策的方笑如 被燕王朱棣给抓到了 朱棣心里非常清楚 像方笑如这样的人呢 绝对在文人当中呢 具有领袖地位 很多手下的大臣都劝他 说像方笑如这样的人呢 肯定不会投降 但是呢 也不能杀他 否则呢 很难对天下的文人收心呢 朱棣最开始的时候啊 就想劝降方笑如 朱棣让他给自己继位啊 写一个诏书 他在上面写了四个字 燕贼篡位 这样一来呢 朱棣这边也无法下台了 他问方笑如 你这么做 不怕我灭你的九族吗 方笑如讲 你灭我十族又如何 结果呢 朱棣如他所愿 灭了他十族 在九族之外呢 又增加了他的朋友和学生 文臣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那武将下场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朱棣的老对手 圣庸在朱棣取得南京城之后啊 圣庸也没有进行抵抗 是主动投降了 朱棣这边呢 也没有杀的 而是派他驻守淮安 朱棣专门还跟圣庸讲啊 轻易疾兵养民 以称赈义 您看这个话说的还是不错的 没过多久呢 圣庸呢 在这官职上知事 也就是退休了 但是好景不长 经常就有人弹劾圣庸的罪状 最后啊 都一使陈英上了一道奏折 说圣庸这个人呢 经常有怨言 恐怕有意图 这就是要谋反的迹象啊 在这种情况下 圣庸从强大的舆论当中啊 已经敏锐的感觉到 这背后很可能是 明成祖朱棣本人的授意 所以啊 只好自杀 跟朱棣打得最狠的平安 当时被生擒活捉了 一直被软禁在北平城当中 等到明成祖当了七年皇帝的时候 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弦 突然间想起平安来了 他问平安这个人还活着吗 随从就回答了 说平安还活着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平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于是也自杀身亡 另外一位坚守济南城 让朱棣无法南下的大将铁拳 也被抓起来了 他在城头立了朱元璋的神牌 让朱棣不敢放炮 这是给朱棣一个奇耻大辱啊 朱棣对铁拳的愤恨是无以复加的 压到南京城之后呢 把他的耳朵切下来 煮熟了之后放在他嘴里 说怎么样啊 干否好不好吃啊 结果铁拳朗声长笑 说忠臣孝子之肉 有何不甘 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样一来 朱棣是更加震动了 把铁拳是凌迟处死 同时呢 把他儿子也杀掉了 另外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呢 是徐辉祖 第一 徐辉祖是开国大将 徐达的儿子 是魏国公 在朝廷上下有很高的威望 第二呢 徐辉祖虽然跟朱棣一直在作战啊 但是从来没担任主帅 双方也没有特别你死我活的战争 都是各位其主罢了 第三个原因呢 是徐辉祖的妹妹 嫁给了燕王朱棣 她是燕王朱棣的大舅哥 单纯从殷勤关系上来看呢 也不能说双方有多亲多近 因为你翻史书当中 也看不出来徐辉祖 跟他这个妹妹 是不是一奶同胞 反而呢 徐辉祖跟朱允文关系非常近 因为他一直认为啊 老朱基的正统在朱允文这一支 他还利用自己的妹妹 回来醒亲的机会啊 不断的向他妹妹打听 说燕王朱棣在那边怎么样啊 有什么样情况啊 他这个妹妹啊 还以为是徐辉祖特别关心他呢 跟他哥哥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 把家里的消息全跟徐辉祖讲了 徐辉祖就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朱允文 而且呢 在朱高志和朱高旭 来南京城的时候啊 他还专门给建文帝 朱允文出主意 说这三个儿子一定要扣下 这样的话呢 燕王朱棣起兵就大有顾忌啊 朱棣拿下南京城的时候 徐辉祖就在徐家的祠堂里 我也不来拜见你 朱棣就很生气 你作为我的亲属 而且是国家的重臣 太不识实物了 居然也不来跟我见一面 于是呢 就派人把徐辉祖捉拿过来了 让他写自己的罪状 徐辉祖在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家父是开国元勋 负责审讯的官员呢 把这几个字拿给朱棣一看 朱棣是恨得直痒痒 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不敢动他 因为徐辉祖这一家给大明王朝的建立 做出太大的功心 这种人真是不能动啊 怎么办呢 又不能轻饶 想了又想了 就把徐辉祖呢 消止为民 软禁在家中 软禁的过程当中啊 徐辉祖是一步也没有走出家门 五年之后 寒恨而去世 一直等到万历年间 明神宗继位 给这建文帝身边这些忠臣陆续平反 专门在南京城当中啊 给这些忠臣列了祠堂 徐辉祖呢 是排在众臣的第一位 等到徐皇后去世的时候啊 肯定是替他哥哥说话了 等到徐辉祖去世的时候呢 燕王朱棣想了想啊 自己这个大舅哥还是不错的一个人 明确的下旨说 中山王不可无后 让徐辉祖的儿子徐亲呢 继承了魏国公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没想到徐亲这个人比较放纵的啊 一旦官赴原职了 立刻就显得飞扬跋扈了 永乐皇帝就告诉他 说你好好回去学学礼仪 能不能像点样 结果这小子啊 突然之间心血来潮 说我不干了 我想回家经商 那样赚钱多 朱棣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啊 你以为朝廷你家开的 你想当官就当官 你想走就走啊 干脆一劳永逸 我再把你消职为民就得了 一直等到明仁宗的时候呢 才恢复了魏国公这样一个爵位的世袭 一直延续到大明朝结束 在金庸先生的小说 《碧雪剑》当中啊 专门讲了一段 袁成志和清清呢 专门跑到魏国公的城下去挖宝啊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想起魏国公家族跟一个王朝 代祭臣服的恩怨纠葛呀 另外一位呢 跟朱棣打的你死我活的瞿能呢 也被朱棣想起来了 想到他父子三人已经战死了 朱棣也非常感慨呀 还是一个很应用的人物 于是啊 专门派人把他的尸骨收起来 把他应用善战的事迹啊 给记录下来 被后世所传送 在雍正年间的时候啊 瞿家的后人向朝廷上书 说我能不能建一个瞿公祠 来纪念我家先祖 朝廷呢 也是亲自恩准 在合肥建立了瞿公祠 被后人所铭记 在济南城当中啊 人民也给铁玄建立了铁公祠 同样被后世所传送 相信很多人会讨论啊 这个人死到底有值还是不值 但是啊 有些人活着他却死了 有些人死了 他却活着 这种辩证的看法 不是我们一般的生死观 所能理解的 总有一些名字 会让你永远铭记 总有一些事迹 在人间永世流传 有些人死的东西 一般的生死 会让你永远铭记 这种辩证的 是什么